手的定位 先打開開關 打開開關 打開關了 找一個定位點 一般都是找圖案前面的地方 比如我們找S上面的部分 這個點壓 首先這個頂舉要打開關 建議它不動 打開這個 長按大概兩三秒 讓它開始閃 找一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我们要把这个点调到上面的部分 就前后调一下 向前面推 推到S的位置 然后前后推对之后 然后锁住它 防止它松动 然后左右要调对距离 因为太远的话 那些光是散开的 就很模糊的 一定要调到光点 是一个很小的点 那时候效果才是最佳效果 我们要调对它 就是前后 前后这个可以调 前后 看这个如何 变成最小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样 调对之后 这里有个螺丝锁 锁住它 锁住它之后 然后按一下 那个点是定好的 现在是定到S的 现在我们试一下手标 按下手动手标 每一个转到S的位置 它就停下来开始印 去手表 不论你把饼子放开 什么的 你把饼子放开 没有把饼子放开 或者手标 如果这都没有那么先